接下来请收看 爱顾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彻夜守护夜路的柴犬 要是没有人理的话会死掉的 哎 美珍 你从哪里弄来这只小狗啊 哎 你看 不知道是谁把这么一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狗丢在了这里 这么小的狗根本没办法自己活下来呀 可不是嘛 遗弃它的人真是太没良心了 这简直就是让它自生自灭嘛 是啊 它真是可怜 小家伙 你跟我回家吧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这小家伙还挺有人性的 小家伙 你跟着美珍这么心善的人 可真是你的福气呀 好了 不跟你说了 这个小家伙好像饿了 我得把他带回去给他喝些牛奶 好的 那你忙吧 小家伙 瞧你就这么一点点 那我就帮你取名叫点点好不好啊 红小姐将小狗点点带回家 悉心料料 点点很快的便成为了红小姐家里的一员 柴犬点点每天都会跟着红小姐外出散步 有时他发现了受伤的鸟雀后 便会朝红小姐发出叫声 让红小姐前来救助 大家都说点点和他的主人一样心善 美珍 出来散步啊 是啊 再点点出来走走 点点都长这么大了 你把他照顾得真好啊 是啊 美珍的好心 在我们这里可是出了名的 小动物到了他手里 那真是幸运啊 咦 点点怎么突然跑走了 没关系的 点点不会跑远的 咦 点点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啊 是小鸟 美珍 点点该不会是叫你来救救只小鸟的吧 没错 点点只要遇到需要帮助的小动物 就会跑来找我 让我去救救他们 美珍人善良 养的狗也心善 点点竟然知道要帮助别的动物 只要我们有一颗善心 我们周围的动物也会被感化的 会变得和我们一样有爱心的 这只小鸟好像是被人用石头打伤了翅膀 擦点药 过几天就会好了 这天半晚 红小姐像往常一样带着点点在外面散步 路上 红小姐遇到了一位朋友 两人便交谈了起来 点点在周围跑来跑去 独自玩耍 哎呀 点点好像想去玩夜 点点 你自己到附近去玩一下吧 记得要快点回来 别跑太远哦 点点可真听话 你让他自己去 我会跑丢了吗 不会的 我天天带他来这里散步 他玩一玩就会回来的 然而 当点点独自在附近玩耍时 突然听到了一阵无助的鸟叫声 点点急忙朝鸟叫声那里跑去 点点寻着身影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 在工厂的角落里堆缝着一堆木材 一只夜路蹲在木材上一动也不动 精神也很萎靡 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你的脚怎么了 是不是受伤了呀 我被人追赶逃到了这里 没想到飞下来的时候 被木材夹住了脚 没办法再飞了 原来是这样啊 你别担心 我去叫我的主人来救你 我的主人心地善良 帮助过很多鸟儿的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就在点点准备离开 去找红小姐来帮忙时 几只野猫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 他们看到夜路后 立刻围了上来 你们要干什么 不要过来 好大的一只鸟啊 跟我们吃一顿了 是啊 他好像受伤了 动作快一点 可怜让他给跑了 你看 他的脚卡在木材里 逃不了了 我们今天运气真好 有鸟吃了 点点见状 立刻重新回到了夜路身旁 并朝着那些野猫大叫几声 不让他们靠近 你们想做什么 你别多管闲事 只要有我在 你们就别想伤害他 此时 红小姐正在四处寻找着点点 她一直找到天黑 也没找到点点 只好伤心地回到了家 点点 点点 你在哪里 美朕 怎么了 点点不见了吗 是啊 以前她出去都会自己回来的 可是今天她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天都黑了 也没回来 美朕 你别急 说不定点点已经跑回家了 我想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天都黑了 你也别找了 是啊 说不定她已经回家了呢 是啊 美朕 我们一起回去吧 然而 红小姐回到家后 并没有看到点点 此时 天色已晚 红小姐没有办法 只能等第二天天亮再出去寻找点点 而点点则为了让夜路不受到野猫的伤害 在她身旁整整守了一夜 第二天 红小姐终于在废工厂里找到了点点 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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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点点的声音 点点在这里 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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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你害我担心死了 快给我回家吧 然而 令红小姐感到意外的是 点点点竟然不愿离开 她跑到了夜路身旁 眼神中流露出请求主人 换来救救鸟儿的神情 点点 你要去哪儿 啊 这里怎么会有只夜路呢 点点 你为了保护它 而在这里守了一夜吗 随后 红小姐将夜路带回家处理伤口 夜路一动也不动 显得很乖巧 没什么大碍 休息一下就能飞了 夜路身体不见恢复了 她朝红小姐叫了几声 好像是在说谢谢 随后 红小姐手捧着这只夜路将其放飞 好了 可以回家了 这只夜路仿佛通人性般 在天空寒旋了一阵子 才恋恋不舍地飞走 而她的好朋友点点 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她飞向蓝天 眼中满是依依不舍的神情呢 一生的伙伴 大剑是一只服务犬 她在三岁那年来到了下支摊贩的主人 钢田先生的家 嗯 就是这里了 大剑 这里的钢田先生将是你的新主人 请进 钢田先生 请多保重 大剑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钢田先生哦 大剑年轻 热情 活泼 她似乎与钢田一见如故 开心地蹭来蹭去 可是钢田对她并不热情 甚至还有点冷漠 大剑来到钢田家的第一个晚上 便对钢田悉心照顾 她看着钢田睡下后 便蹲坐在床边守候着 夜色越来越深 大剑有些困了 她忍不住打起瞌睡来 但是又立刻让自己清醒过来 然后再次看看睡着的钢田 咦 这只狗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呢 嘿 你是怕我不好意思吗 钢田酿完后 大剑温柔地看着它 然后又看了看桌子上的水杯 似乎在问钢田是否口渴 我不想喝水 第二天早上 大剑见钢田醒来 赶紧帮忙叼来袜子 衣服 并把轮椅顶到床边 天啊 这只狗还真的什么都会呢 谢谢你 大剑 大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钢田 它渐渐地变得开朗了许多 外面天气很好吧 你来我家这么久了 都没出过门呢 我们一起去超市 怎么样 大剑非常了解钢田 在超市里 只要钢田看每件商品超过五秒钟 大剑就会立刻将其雕给钢田 然后把头放在钢田的腿上 等着钢田赞许自己 大剑 你真棒 外出归来 大剑看到邻居们在聊天 也想让钢田先生能参与其间 大剑 你要去哪儿 天哪 这只狗可真可爱 您是钢田先生吧 这只狗是你的吗 啊 看来它是在告诉我们 谁是它的主人呢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聪明的狗 你们过奖了 它的名字叫大剑 因为大剑的热情 钢田很快地结识了很多人 他试着和大家一起聊天 而大剑总是听得特别认真 他成了他最为忠实的听众 渐渐地 钢田将大剑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朋友 经常对他说许多许多的话 大剑 你知道吗 我曾经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 然而一场车祸让我失去了双腿 从那以后我就对未来充满了绝望 我多想像正常人一样再站起来啊 我已经好久没有去海边看西洋了 我好想像健康的时候那样 可以每天跑步去海边看西洋 十几年来 大剑不仅成为钢田身体的一部分 也成为他心灵的一部分 他开心 他就会把眼睛眯成一条线 把尾巴甩得像波浪鼓一样 而他难过的时候 他就会静静地趴在他的脚边 用温柔的眼神默默地注视着他 老天夺走了我的双腿 但却把大剑给了我 他不仅是我的双腿 还是我最忠诚的伙伴 有一天 大剑突然摔倒了 大剑 大剑 你怎么了 你是怎么了 兽医 大剑他还好吗 他老了 因为大剑已经十五岁了 他这一岛 可能永远都站不起来了 啊 为了让大剑尽快好起来 白天钢田守在大剑身边 为他喝牛奶 晚上 钢田抚摸着他 陪他入睡 钢田还领养了另一只狗 希望他能和大剑作伴 但随着大剑的年纪越来越大 疾病 衰老和死亡 无可避免地降临了 这一次病倒 大剑已经完全无法动弹了 他已经不行了 大剑他从来都没有这样叫过 他一定是有话要对我说 可是他在说什么呢 谁能告诉我 我听说 在服务犬训练中心 有位名叫安妮的美国人精通狗语 不如请他来帮帮你吧 嗯 我马上和服务犬训练中心联络 安妮来到后转述了大剑想说的话 你家里是不是还有另一只狗 是的 它叫可可 是大剑的好朋友 快把可可叫出来 哦 好的 可可 你来一下 当可可出来后 大剑竟然对着他发出震震滴滴的声音 像是在请求些什么 大剑说他的眼睛看不见了 他在请求可可保护你 照顾你 他还说他的身体已经站不起来了 所以他只能用叫声来保护你 大剑 放心吧 我很好 没事的 他说 就算他的身体变得很虚弱了 他还是会守在你身边 可是我的身体无法行动自如 我什么也没替他做过 他对我是否有什么不满呢 没有 只是大剑非常担心你 也非常的悲伤 和你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他很清楚你心里在想什么 也明白你因为身体的残缺 而感到的不安及悲伤 你所有的情绪 他都和你一样感受得到 所以他不想让你为他难过 大剑的愿望就是 这一生只做你的伙伴 他会永远在你的身边 在人类脆弱时 最热情无私 扑向人类的动物 飞狗莫属 大剑走了 但他把忠诚与感动 永远留给了主人钢田 也留给了我们 在非洲的原始森林里 有一片居住地 那里住着一群非洲原住民 他们还保有着一些 祖先留下来的生活习惯 诺琳是这里非常有名的猎人 他经常去森林里捕猎 尤其喜欢捕猎猴子 嗨 诺琳 你又要去打猎啊 是啊 听说最近森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 我要去碰碰运气 猴子 你怎么还在抓猴子 我还叔叔不时常说 猴子是有灵性的动物 杀不得的 猴子不过是个动物 哪来什么灵性之说啊 是啊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动物就是动物 哪里有什么灵性 摩哈叔叔就是喜欢故弄玄虚 诺琳的儿子伊鲁斯 非常喜欢吃烤猴肉 每次诺琳去丛林打猎时 他的儿子总会告诉他 要抓一只猴子回来 爸爸 爸爸 伊鲁斯 你乖乖在家 爸爸要去打猎了 爸爸 你一定要帮我带一只猴子回来啊 我好久都没吃到香喷喷的烤猴肉了 嗯 好的 爸爸答应你 好了 你回家去玩吧 诺琳非常了解猴子的习性 因此 他每次打猎都能有所收获 他会将这些被猎杀的猴子 带回去烤鱼吃 哈哈 太棒了 打中了最大的那一只 嗯 真不错 这只猴子果然又大又肥 爸爸 你好厉害 抓到了这么大一只猴子 这只猴子真的好大 够我们吃很多天了 伊鲁斯 这下你又可以吃到 你最喜欢吃的烤猴肉了吧 是啊 我最喜欢吃烤猴肉了 爸爸 等一下 你要烤给我吃哦 嗯 好啊 我先把他的皮给剥干净 嗨 诺琳 你又抓到猴子了 是啊 伊鲁斯很想吃烤猴肉呢 等剥完皮 我就烤给他吃 啊 诺琳 你怎么当着孩子的面剥猴皮啊 没关系的 他早就看习惯了 啊 哎 伊鲁斯 走了 我们去厨房 太好了 太好了 今天可以吃到烤猴肉了 诺琳 你在家吗 哦 是穆哈叔叔呀 啊 这 这 诺琳 你怎么又抓猴子来吃啊 嘿嘿 穆哈叔叔 这东西味道真的很棒 而且伊鲁斯也非常喜欢吃呢 什么 你还让伊鲁斯吃猴肉 诺琳啊 赶快停止吧 否则以后你会后悔的 哈哈 穆哈叔叔 你想太多了 现在的人最喜欢吃的就是野味 都市里有不少餐厅都来买猴子肉呢 要是吃猴子肉会倒霉的话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吃呢 诺琳捕猎猴子的次数越来越多 因为有一些餐厅 每周都会来向他买猴子肉 为了赚钱 诺琳天天去森林里猎杀猴子 等人来收购 嗯 真不错的 这些钱给你 谢谢 那这些猴子我就带走了 再见 哈哈 钱真多 这一天 诺琳像往常一样 去森林里猎杀猴子 看到了一只母猴 正带着一只小猴 在树下捡野果吃 嘿嘿 一大一小两只猴子 这要打死那只大猴子 小猴子就绝对逃不了了 那只母猴突然听到了声响 立刻警觉地抱起小猴子 钻进了树旁的草丛中 不见了踪影 该死 这么好的机会竟然让它给跑了 不料 不料那只小猴子 或许是因为贪恋野果的美味 它竟然独自从草丛里钻了出来 继继续捡食着野果吃 又跑回来了 虽然是只小猴子 可总比没有墙 诺琳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她一枪击中了那只小猴 听到枪声 母猴快速地从草丛中窜了出来 当她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小猴子后 发出一阵悲惨的叫声 原本诺琳还想继续在森林里捕猎猴子 突然天降大雨 该死的鬼天气 于是她只能无奈地拎着那只小猴子 赶紧返家 林诺琳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那天晚上 她的儿子伊鲁斯突然变得非常怪异 伊鲁斯 你怎么了 你这是怎么了 你不要这样 伊鲁斯 你别跑啊 你是怎么了 伊鲁斯 你回来啊 当诺琳把伊鲁斯带回家后 她发现伊鲁斯对饭菜毫无兴趣 只吃香蕉水果 伊鲁斯他这是怎么了 你们看 她的行为怎么那么像猴子 哎 别提了 从昨天晚上她就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好不容易才抓到她的 我看伊鲁斯一定是得了什么怪病 赶快带她去都市的医院检查一下吧 对 对 快去医院吧 好吧 也只能这样了 然而 诺琳带着伊鲁斯看了好多的医生 但所有的医生都无法找出她的病因 哎 可怜的伊鲁斯 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是啊 真是太奇怪了 好好的孩子怎么会变成猴人呢 竟然连医生也找不出原因 其实伊鲁斯的情况并不是染上了疾病 莫哈叔叔 那她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诺琳她打死了太多的猴子 而伊鲁斯也像她的父亲一样 对待猴子极为残忍 上天看不过去 就把罪加在了伊鲁斯身上 一事警告 难道这是上天对诺琳捕杀猴子的惩罚 嗯 海涛慈悲基金会 散播慈悲精神 照亮社会角落 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富佑 年长者 身心障碍者等都需要被关怀 海涛法师于2019年 成立海涛慈悲基金会 秉持佛陀宏话社会 利益众生的慈悲心 积极关怀社会 同时致力于社会进化的工作 监狱关怀 校园讲座等 慈悲是佛道之根本 欢迎诸位大德加入慈悲的行列 让慈悲的阳光 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恼化每一个众生的心 富池帐号50416116 50416116 富民海涛慈悲基金会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梁黄宝灿继于且宴口法会 恭请慈悲法师团共同组法 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用接驳车 防疫及生活物资共生包 夏季农历4月16日至7月15日 为僧众节夏安居致力修行之旗 也因应疫情升温 应尽量减少外出 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故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特别推出防疫及生活物资共生包 提供偏远或于防疫期间 不便外出之生重 名声用品与食品 填写表单如下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命天使与你 一起温暖的地